我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常年陆军联合演习今天圆满落幕 代号沙夫卡印度波拉的军演 今年共有大约200名士兵参与 新年两军在为期10天的军演当中 在丛林里展开了生存和实战训练 以及小型武器实弹射击的综合演习 国防部表示 今年迈入第36年的联合军演 有助加强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与交流